可以利用也是一样,这边的话你可以先画个圆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画大概八个圆好了,比如说半径10,Enter 然后你可以把它往上涨,那往上涨的方式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呢,用复制的20,40,60,然后80 或者是你可以用什么,用那个矩形阵列,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你可以选它之后,不过你这个地方用那个垂直的话,请你用什么呢 用那个3D阵列,那3D阵列的话呢,选一个物件,OK,还有一个空白键 那接下来的话呢,我们用什么,矩形阵列,如果我要往上,列的话一列 行一行,乘的话我要八个,八个,OK,八个 那间距的话呢,每一个间距是20 OK,然后呢,往上涨出来,有没有,涨出来之后的话呢,这个先删掉了 好,那可是问题我希望怎么样呢,希望它能够怎么样,有大有小 像花瓶呢,一定有大有小嘛,对不对 那我如果希望,这一个是它的一点,这一个是底下的1.5倍 然后呢,这个是2倍,然后再来就2.5倍,3倍 好,诸如此,我想应该差不多1.5,2倍好了,这个也是2倍,1.5 好,那好,就是